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今天的選秀會在順位2-1 被富邦挑走了海龜投手張毅 拿到一張2.5年總值1314萬的合約 披上了19號球衣 在7月14號迎來初登板 截至8-24號賽前 張毅才11場出賽已經拿下兩勝 有高達23.4%的三陣率 但整體呈現的壓制力卻普普通通 1-1-1-71遠低於聯盟平均值 並不符合邦明的期待 那究竟張毅的投球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決定把他目前11場的登板 拿出來重看一次 讓我們一起來透過影片 好好研究一下吧 首先就從7月14號的初登板 面對統一是這場看起 一上來張毅就先跟陳盛平 來了個首輪大對抗 連續兩個訴求正面對決 但被陳盛平擊出右腕平飛球 孔念恩試圖滑街 結果失敗讓球掉到後面 所以這個一雷安打變成二雷安 紀錄上並沒有進孔念恩失誤 而是直接給陳盛平二雷安打 接下來張毅持續用直球對決陳崇宇 就還是被喬安 所以在面對許哲彥時 他加入了自己的快速直插球 速度可以來到139公里 延續製造兩次回空 成功拿到了中職剩下首K 但下一棒的林家瑋 第一球就鎖定直插 打向右半邊形成安打 也讓張毅丟掉了第一分 本來危機還會擴大 幸好孔念恩的註殺 讓陳崇宇死在三壘 春子成的飛球被高國嶺滑街魔獸 最後張毅單局被敲三安只11分 雖然害球隊被追平 黃保羅聖頭飛掉 但富邦馬上就攻下兩分 所以他反而變成聖頭候選人 幸運摘下了首勝 休息兩天後 張毅迎來第二場登板 這一次是對中信兄弟 以上來非常霸氣的 連投四顆訴求 最快飆到151公里 雖然位置都有點偏高 但張只豪揮棒趕不上 最後揮空吞K 讓張毅有個好的開始 下一棒碰上月東華 張毅馬上改變策略 先用曲球搶好球 再來用只差取得揮空 很快的取得球數領先 可惜接下來兩格外角高的訴求 都沒有能夠吸引到 選球謹慎的月東華 兩到兩塊之後 用低角度只差對決 被月哥技巧性 拉到右半邊喬安 一出局一壘有人的狀態下 兄弟下達了戰術 透過王偉成的滾地球 互送到得點圈 張毅用直球跟陳俊硬拚 本來讓他擠壓成六半邊高飛球 結果剛好落在右外野 靠近遊棚區的線上 成為一隻幸運長打 導致張毅失掉的分數 豐總隨後上來 把右外野手孔蓮恩換下去 由周佳的解體 可能也是對於他自行認為界外 先減速的判斷不太滿意 最後張毅用149公里的訴求 讓許建鴻擠壓成三點界外飛球出局 雖然連續兩次登板都失分 但也連續兩次都遇到了右外野手出狀況 前場場頭完 張毅只能休了9天 主要是受颱風影響 賽事平平往後延 直到7月27號在大巨蛋 才對台剛迎來第三次登板 這次的登板張毅又失分了 雖然一上來 先用一顆148公里 內角上串的訴求讓郭富林回空 但下一棒面對拳外島王魔英 即便是亮紅燈的150火球 還是輕鬆被魔英趕上 集成右半邊的長打 站上得點圈 接下來張兆元抓第一球攻擊 由離手張毅成穩穩的處理球 為張毅抓下了第二個出局數 可惜碰到王柏龍時 張毅在球數落後的情況下 一顆高起來的曲球被大王逮中 也讓台剛超前比分 後來張毅即時止血 用滑球K掉了杜嘉敏 退場時本來是敗頭候選人 結果下個半局 富邦打線突破了王二嶺加萊鴻成 把比分反超回來 讓張毅再下第二勝 這兩勝都是他自己失分後 隊友幫他打回分數 也讓他有了轉運手的稱呼 接著在7月28號 富邦已經領先6分 先把羊頭藍莉退場後 張毅迎來第四場登板 也是首次的一軍延續出賽 可能也是風總考量到 他前三場都掉分 想利用分差較大的情況 讓張毅上來調整一下 那沒休息的張毅本來投得更好 用17顆球完成一局 直球速度一樣保持得很好 均速149最快151 沒有因為連續出賽 而有疲勞下滑的狀況 面對郭富玲、林嘉宏、杜嘉明 張毅雖然變化球狀況普通 直插球都沒有取得揮空 但至少直球有讓打者趕不上 最後靠直球拿到了三個出局數 兩個內野飛球、一個外野飛球 演出了反台首次的三上三下 第五場出賽來到8月份 休息三天後面對樂天桃園 張毅在1分差落後時的第七局登板 延續著前一場的好狀態 上來只用7顆球 就迅速取得兩出局 三陣宋嘉祥那顆直球 也來到了151公里 接下來他很有信心的 用直球跟林立硬碰硬 結果位置太高被掃成了安打 隨後面對陳成薇 雖然位置也不理想 是一個紅中速球 但陳成薇觸碰受到擠壓 行程內也飛球出局 這場張毅跟前幾場的配球不同 完全沒有投直叉 13顆球裡面只有一顆曲球 其他都是直球 或許是當天頭部判斷 張毅直球狀況非常好 所以實戰就狂丟直球 也確實得到了好的結果 休息兩天後 張毅迎來第六場登板 面對的是中信兄弟 相比第一次碰上兄弟 張毅這次成文許多 用17顆球取得3上3下 完成一局沒有10分 雖然變化球控制不是說特別好 包括直叉、滑球或曲球 都沒有辦法穩定投進好球袋 但直球至少是準的 均速150.2公里 比前幾場登板還要快 也首度飆到了152 更值得一提的是 前面這六場投完 張毅沒有任何四壞球保送 觸身球爆投的出現 就算面臨多次兩好三壞 他也都能夠死守住 這是讓球迷比較欣慰的部分 那一樣是休息兩天 張毅在8月7號 對統一迎來第七場登板 他這次登板的時機點 跟前面不太一樣 前六場都是壘上無人時 上來投乾淨的一局 但因為曾俊越遭到的競賽 富邦調整了張毅的定位 他必須扛拆彈的佈局任務 所以這場是在傑哥退場的第八局 無人出局1-3-0有人的情況下上來 考慮他的危機處理能力 一上來張毅不囉嗦 沒有東閃西閃 直接就連拿三顆好球 用直球K掉的林家瑋 凍結住壘上跑者 隨後面對陳田縣 使用了比較多的直叉球 其實位置都很好 也吸引陳田縣多次出棒 但他畢竟是打擊王 總是有辦法碰到球不被K 最後成功選到寶宋上壘 這也是張毅回台灣後 在一軍送出的第一個BB 但從結果來看 這個寶宋並沒有對張毅造成傷害 擊成滿臉後 面對蘇智傑、林安可 張毅的策略很明顯 就是避免直球投到中間 都放在比較邊緣的外角 然後用低角度持插球來對決 先三陣掉了蘇智傑 再讓林安可擊成飛球出局 成功化解危機的當下 張毅自己也非常興奮地拍手加喊聲 我覺得這場他的發揮 給MVP都不為過 不單單只是在無人出局 連散完兩名跑者的情況下50分 甚至是面對到四位三個強棒 陳前線、蘇智傑、林安可 張毅都沒有讓他們幾出安打 最後抓下中繼成功 幫助富邦終止五連敗 這場投完後 張毅休息了六天 在8月14號對兄弟 第八局3比3平手時 迎來第八場登板 前面六顆球 張毅都投直球 很快的先K掉王偉晨 再讓陳俊秀幾層飛球 沒想到兩出局之後 狀況接二連三發生了 面對許季鴻 張毅改變策略 全部都投直插球 結果對許季鴻沒有任何吸引力 投出了寶宋 接下來張志豪上來 張毅重新拿出直球 卻都明顯偏高 投不進好球袋 速度也掉了很多 這兩顆壞球 分別是146跟144公里 都不是張毅平常的水準 雖然戴背鋒反應很快 叫暫停跟張毅討論一下 但暫停過後 張毅的準心還是沒有回來 連續的144公里壞球 接下來對陳子豪 從良好0塊的絕對領先 投到最後變成了寶宋 這時阿德用球數來到28球 血下回台後單場新高 富邦也決定換上富蘭格救援 結果他被詹子賢敲安打回2分 都記在了張毅的帳上 吞下了剩下首敗 我看比賽當下的感覺是 擔心張毅身體有狀況 不然控球不至於突然偏差那麼多 並且他前面七場登板 只有一個寶宋 這一場就丟了三個 整體的速度也掉了很多 這場直球是145.8 跟前一場對同一的149.1 有超過3公里的落差 但幸好後續並沒有看到富邦有異動 休息三天後 張毅迎來第九場登板 也是第一次跟魏瓊龍交手 在第七局 永遠有挨了郭炎文三分炮之後 富邦把張毅推出來 這樣他的直球速度 就恢復到正常水準 轉波測速最快有看到153 基本上是150連發 滑球還可以來到140公里 上來就先K掉機翼腳拱罐 再讓瑪斯格斯擊出飛球出局 考量到分差緊繃 張毅用球數還算精簡 富邦決定第八局讓他續投 也是張毅第一次跨局中級 中間有一點抖 兩出局後壞球變多 保送的張毅家 對王順和也處於球數落後 但幸好最後有金無限 張毅把直球往中間丟 雖然位置危險 但至少有速度有偽禁 K掉王順和後吼了一下 近仗剩下第二次中繼成功 可惜九下富蘭格BS 富邦遭到了位權的逆轉 休息兩天之後來到8月21號 張毅對上台光雄英 第七局一壘有人 一出局的情況下接替羅哥登板 原本0比0的分差 富邦考量到羅哥用球數將滿百 所以提前換投 結果張毅一上來就被林佳宏敲場打 接下來對吳明洪 第一球似乎暗號溝通上有誤 本來應該是配直球 只有張毅投了個曲球過來 讓捕手嚇了一跳 戴貝豐上前交完暫停後 下一球配直球 150公里成功讓打者擠壓到 沒想到成為德州安打 而且當時內也是屈前狀態 二壘所完全沒有機會接 雷上的兩位跑者都回來 一分寄在羅哥帳上 另外一分則是張毅的則失分 雖然投球過程是成功的 但結果卻是不好的 這也是棒球常常發生的事 最後張毅是0.2局11分退場 單富邦九下逆轉台剛 靠著張毅成的再見鴻 幫助富邦中斷了三連敗 最後是8月23號 也是張毅少見了只休一天 就登板頭球 面對的是同一時隊 富邦塞在6下等人圈友人時 把藍力換下去 讓張毅接替拆彈 算一壘空著 但張毅直接跟林大安正面對決 先投了一個壞球後 把直球塞進去搶好球速 結果被林大安打穿中間防線 接著面對楊俊祥跟陳勝平 張毅都很快取得良好0塊的絕對領先 卻在對決的那顆只差球失準 對楊俊祥時跑到二號位被喬安 雖然讓陳勝平擊出飛球出局 但其實位置也接近紅中 靠著了身後尾的滑街美技 才化銜為儀 算是被守備救了1分 以上11場的投完 張毅的成績是兩勝一敗 兩次終極成功 兩次決定失敗 防禦率5.23 飛上禮率則是1.65 如果是用選秀二輪 被期待能夠在中職一軍 扛勝利組牛棚的即戰力標準來看 這個表現當然不及格 但你要說張毅 真的有差到要下二軍的程度嗎? 倒也不至於 至少他的K攻貨真價實 球速也很有水準 除了對兄弟那場比較失場以外 其餘都能夠維持在148-150 威力還是不差 只差球只要能夠穩定控制在低角度 其實對左達者很有吸引力 雖然保送率高達10.6% 落在PR25的等級 但其實張毅11場登板有8場040 控球沒有在上面看起來那麼差 倒是運氣真的差了一點 像陳俊秀跟吳明洪帶有打點的安打 都是被擠壓之後落點巧妙的幸運安打 我覺得再給張毅一點時間 成績應該會越來越好的 只是有一點要注意 是張毅作為一名中繼投手 還沒有展現出自己 能夠附和連續出賽的能力 富邦可能是考量到他過去的傷痛時 盡量不讓他連續出賽 甚至會休兩天再出來 這樣的保護 對張毅而言當然是好事 但會持續保護到什麼時候 這我們就不知道 等到之後有戰績壓力 比較操耳的張毅 狀態是否會下滑 只能我們來持續觀察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於張毅目前為止的 一軍表現滿意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安利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見囉 就會 john slapping 胡言 兒鞋 李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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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水 李垄